经历过生死的人都知道 其实只要活着就好 所以那时候都觉得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从小就比较喜欢画画 高考前的两个月 就四月份查出来了 然后我是高考前 一个星期才出院的 在家里复习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去参加了高考 考到了中国美术学院的两组设计 因为后面有复发的情况 就学了一年 移植完之后 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 又出现了复发 等我出院的时候 已经是九月二号了 身体还是非常地吃不消 当时就只能选择了退学 因为经历过生死的人都知道 其实只要活着就好 所以那时候都觉得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然后就觉得还是蛮坦婪的 那些药物的话 可能一个月的花费要四万左右 承受不了 目前唯一的收入 就是我爸在萧山打工 然后我妈已经退休在家了 但我爸他那边的工资期不高 只有四五千左右 我自己也有在卖花 这个钱其实也只是够自己平常的一些开销而已 面对药费的话 其实也是杯水车型的 我更愿意的是以卖花为主 以这种形式来得到帮助 价格的话会比市场上要高一点 但我觉得我并不想要空手 白桃 中文字幕——YK